你最关心的话题 你最在乎的领域 不以人物论大小 不以深浅断话题 三三来客了 我在这里等你 各位好 欢迎收看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有人说在21世纪追求艺术收藏品的人 比任何时候都多 这也说明了在物质得到了极大满足之后 人们开始更加寻求精神的追求 那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 他不仅是一位艺术收藏的爱好者 他更是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一片艺术小天地 他是奥克兰艺术空间的创始人宗元先生 欢迎你宗元先生 文婷你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创始人宗元 宗先生你好 其实我们都知道最近以来的这个收藏的市场 一直都非常的火 那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突然发现自己就热爱艺术品了 还是说其实一直都喜欢收藏东西 这个话题呢 说来久远 实际距今呢 可能得有30年的历史 30年 那你应该是从小就喜欢收藏 因为我是来自于北京 来自北京呢 因为北京呢 因为我们是这种传统文化比较浓郁的地域吧 所以我的家庭呢 其实从我小的时候就生活在一个这种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个氛围中 是文化还是说艺术 文化艺术实际上它是密不可分的 对 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四合院 用的家具呢 都是这种古典的中国式家具 那您一定是大户人家 我觉得这个不能说严格一说大户 就跟我们像在新西兰似的 因为其实过去的北京呢 是一个很美好的 因为它有这个几百年的历史 所以它有一种很好的这种文化艺术的范围 就底蕴很好 底蕴非常好 是的 所以您在那个过程里面 其实就已经有了一种基础 是的 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说一个人嘛 他的这个生活经历 还有他的从小的生活环境 会影响他的一生 是 没错 所以您其实应该说是从小就接触很多的这些艺术品 是的 那您的家人就是也是一直致力于喜欢收藏这样的一个爱好 还是说 他我觉得更多是一个生活氛围 你看我的祖父 他实际是中国最早一批呢 就从事摄影的摄影师 这样来讲从他年轻的时候呢 就接触中国这个艺术名家 是 你比如像中国很有名的书画家张大千 包括张善子 他们兄弟俩 当时因为照相传到北京中国 也是当时是一个时髦的一个产业吧 大概一九零几年就到北京了 这样他们那阵呢就从事这个行业 接触很多这个中国的名家 而如木染呢 就是他们也就是说自己画画 也写书法 同时家里的陈设呢 也都是那种中国古典的式的陈设 那等到我出生以后呢 实际还延续的这种习惯吧 基本上就是说 我觉得我对艺术的爱好 其实萌芽于少年 少年时期 萌芽于少年 可是那个时候 应该还没有达到真正意义上说 去玩收藏 是的 因为当时呢 在就是说中国 因为你也了解 就是中国社会有一个发展变化 是 真正的呢 就是说到收藏这个概念 提出来呢 其实已经是80年代末期 80年末期改革开放以后 中国开始呢 就是说经济上富裕了 而且我们国门打开了 很多海外的一些收藏家 一些这个富裕的人到中国来了 这样来讲呢 就是说这个唤醒了中国这个艺术收藏 这种这个一个古老的门类吧 那那个时候就是说 一件如果就是比较经得起推敲的 或者说是大家都争先恐后的 想要去拥有的收藏品啊 它多高的价格 就已经算是非常的昂贵了 当时呢 为什么说你看啊 就是我们做这个古玩收藏 这个行业里有一叫简陋 这么一个词 在当时呢 实际就是说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就是说艺术品的价值 和它真正的价格是不对称的 因为你看我们那时候 刚改革开放以后 工资都非常低 坦率讲可能几十块钱一个月 几百块钱一个月 那当时的这艺术品呢 就是它真正的价值没有被挖掘出来 它就是说像一个日常用品一样 因为那个时候还在解决温饱的问题 是的 因为大家当时呢 刚从这个说实话 中国小文化大革命后期 这个等于就是说这种不正常的一种生活状态 向正常的生活迈进 而且当时中国的物质呢 不是那么说这个富有吧 很多很匮乏 那当时就说海外来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小汽车 电视机 那这是大家正向追逐的一个 这种家用的产品 反而古玩说这个古董 是没有什么太多的价值 而且呢 大家经过王王大革命 当时叫破四旧 很多东西都不值钱了 甚至说 这个咱们说被毁坏了 那这个时候呢 海外的人来了 那他们觉得喜欢 成为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就可以换最时尚的 比如说电视机啊 比如说买个汽车啊 甚至说买个房子 所以它是一个完全 不是一个对等的 一个交换 其实刚才宗先生给我们讲到的 主要是一个经过了 中国的历史 一个年代的变更 因为中国人 他本来就是从这个温饱的 这个基础开始奔小康 然后一步一步的 到现在可能很多的人 在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 所以对于艺术品 收藏品有了这个更高的一个爱好 但实际上 我之前也听到 有一些收藏家讲到 就是在之前 就算有很多的中国人 爱好收藏 您刚刚说到了古玩古董 他们可能更多的是 去追求那个中国内地市场的 他们自己本身拥有的 那些有年代感的 比如瓷器啊 一些这个家具啊等等 好像还没有特别的国际化 但接到现在为止 中国人在收藏的市场上面 他们已经进入了 这个国际的平台 所以你来给我们 就是普及一下 到底这个收藏艺术品 它包含了哪一些门类 这个呢 其实你说 从艺术品的定义上来讲 其实非常广泛的 就是说首先你从古董 古董的收藏 它就分非常多的门类 因为它是随着中国古代文化 日常生活 衍生出来的一种 这种艺术收藏 比如说我们 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瓷器的收藏 玉器的收藏 漆器的收藏 像景泰兰器的收藏 包括像中国书画 包括像客丝 像家具 要说起来呢 说实话 就是说门类非常多 所以就是 现在我们都知道 这个实际上 在整个全球的环境里面 收藏品太多了 艺术品太多了 所以不是从中国人的角度 而是从这个收藏品的角度 从艺术品的角度 您给我们普及一下 到底还有哪一些 都属这个门类的 门类我觉得呢 从你看 就是说艺术品呢 实际是一个全球化的交易 那就是说在全球化交易 我们首先看呢 它整个世界市场的 就是说这个 艺术品买卖的巨头 你比如说像西方的 苏富比拍卖公司 加尔德拍卖公司 这两家公司 其实涵盖了全球的艺术品 全球艺术品这里 首先它是中国艺术品 比如说中国古代绘画 中国当代绘画 是两大门类 绘画类 第二呢古董类 古董类 比如它有细分成 你比如说瓷器 玉器 法郎 还有这个佛教 像这样的一些 比如说这种 是属于瓷器类的 这些是瓷器类的 其实在世界的这个 您刚刚说的一些 比较出名的拍板市场 他们也是受 外国人追捧的 是的 因为你看呢 就说所有的艺术品呢 其实它取决于呢 这个区域的经济 你拿了这个碗的这个 这个是有什么特别的 这是一个盘子 这是一盘子 这是一个明代 龙泉窑的一个盘子 这是呢 我在日本呢 就是从一个前田家族 当时呢 这是日本一个古老的一个 就是一个家族吧 是 当时呢 我到日本去呢 就是做这个艺术品 经营吧 当时从他们家族里 等于是算购买的一件 也是国宝 所以这是来自于日本的 来自于日本 就是来自于日本的收藏 为什么刚才我跟你讲 就是说它艺术品呢 其实它是随着经济的发达呢 去流转的 你比如说 像这一类的 中国的瓷器啊 玉器呢 在大概一九 就是清朝灭亡 就是民国建立之后 大量的其实流向了海外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 说白了 这是清朝 等于是衰败了嘛 几百年的基业 那就说改成换代 很多的这个过去的 这种旧王孙 或者说这种贵族 没有钱了 没有生活来源了 那他们只能靠呢 变卖 祖产 还有这个自己家的收藏 来生活 所以这样当时呢 新兴的这个资本主义 已经在欧美 日本已经形成了 产生了大量的牵制 所以欧美的 您刚刚说到的日本 像亚洲这边 可能他们更多的是 实实在在的 像这种瓷器类的呀 或者说是一些家具类的 那么欧洲市场 他们也是一样的 欧洲也是一样的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整个啊 中国这个东方呢 对于西方是一个神秘的国度 没错 因为你两个不同的文化体系嘛 那他们对于东方这个体系 其实是充满了这个憧憬 很好奇 很好奇 而且呢 再一个呢 就是我说 他们具备的经济实力和条件 所以他们就带着 充裕的资金 来到中国 那正好赶上中国一个社会变形 然后呢 就是说能够见到很多 精美的艺术品 流向市场 所以这样就是共需双方 得到的一个充分的这么一个 窃合吧 所以大量的中国艺术品就流向了海外 但是为什么在很多普通人的 也许没有那么的深入研究 关于艺术品或者收藏市场的人来看 他们对于一些这个欧洲或者西方的收藏 特别多的都是来自于画的这个部分 可能他们会觉得很多都是名画 而中国更占优势的可能是瓷器 可能是一些古董 您觉得这是对的吗 就是这个理解是对的吗 我觉得就是还是一个不同的思想 就是文化体系和艺术体系造成的 你比如说它西方呢 实际上它是注重于观赏 你看西方艺术实际我的理解 它是一个观赏艺术 中国的东方艺术是收藏艺术 你比如说像这些以前的这些 像刚才你们看到这些瓷器 玉器 实际都是皇家的收藏 那皇家收藏的话是 这个实际外界是你看不到的 所以这就造成了 就是说西方 那我们看到的都是它的绘画 但是东方呢实际上 这个我们的这些精美的瓷器啊 陈设品 这些就是属于这个西方的绘画 对 这是西方绘画 这是法国的绘画 这个是科罗 法国一个著名艺术家叫科罗 他的作品 这是也是在日本 因为我们展示的这些艺术品呢 实际就是说也是一个时代的 这么一个 算是一个流转 你看这些都是西方的艺术品 但是呢在日本 在70年代以后 经济发展了大量的流入日本市场 现在呢等于到了今天 又大量的流向中国市场 因为中国的这个新兴的富裕阶层 他们有这个审美需求 还有这种实际的社会需求 你比如要建个企业博物馆 那他们需要很精美的 国外的这些艺术品 所以这也就造成了 这个艺术品市场的繁荣 所以国外的艺术品 融合中国本土的这些艺术品 能够有什么样不同的火花 可以碰出来 我觉得这个呢 就是说这里就牵扯到 比如说它有一种叫 东西方文化的这种交融和结合 就像你刚才提到的 你比如说我们看到西方的绘画 它非常精美 而且油画 而且就是说很多场景呢 是我们中国人没有见过的 但是中国的古老的这种说收藏 比如说很好的宫廷瓷器 宫廷陈设 那就说它又起到一个很好的这种 观赏和陈设的作用 那这两项也结合呢 但我们如果在一个空间能看到的话 那你就能看到东西方文化 在这里碰撞交融 同样的比如说中国的山水画 或者是书法 其实也是非常多的在国际的这个收藏艺术的市场里面 备受青睐的 那他们同时出现在一个空间里面 如果跟油画 跟这个西方的这些名画艺术在一起的话 您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不一样的活化碰出来吗 我觉得还是有的 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说做艺术收藏 其实它更广义的说呢 其实是反映一个人的生活背景和文化底蕴 如果说像在这个西方 或者现在做收藏的人 其实都有很好的这种家族的传承 在一个他的文化修养和品位呢 都是非常高的 那他们在这个把不同的文化的这个艺术品 混搭在一起的时候 你会看到一个不一样的意境 因为你像在以前如果没有交往的时候 那中国的这个家庭 那你布置的基本都是中国的绘画 中国的这个艺术品 但是我们现在呢 实际上一个幸福的时代 因为世界一体化了嘛 我们有机会把两种文化 东西方文化融为一体 那其实是一个很幸福的事 当然说这取决于 就是说每一个收藏家 或者每一个拥有者 他的品位和他的爱好 对 您刚刚说特别好 实际上品位可能都不是用这些 爱好的不同类型来断定说 他品位是高是低 因为每个人他的倾向不同 是的 也许一个家庭他就是古色古香的 他可能会就追求的这种古玩类的 这样的一些收藏 所以对于您个人的爱好来讲 你喜欢什么类型的收藏 作为我来讲呢 因为你看我呢 是很年轻的时候呢 就做就是从事这种国际交流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是日文翻译 是 就是很早呢 我其实就接触到 就是说和不同的国家人打交道 在这过程之中呢 我们又经常出国 就是说比如说到国外的一些这个家庭去 甚至说美术馆去 包括我们移居新兰以后 也是在这种东西方文化这种氛围中生活 那从我个人来讲呢 我非常喜欢把东西方文化的艺术品 就是说在一个空间去陈设去展示 这个是年代什么时候 这一位呢 就是也是因为是日本的一个著名摄影家 就是北景先生 因为他是就是说日本的一个很有名的摄影家 因为他呢 当时呢 七十年代就到中国去 因为改革开放之后 所以这是在中国 对 这是他呢 当时呢 就是说在中国 比如说 因为中国是社会发展有一个过程嘛 在我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之中 我们的原来的四合院 就包括各个城市 这种一些不太好的房子就被拆掉了 所以他们这些这个外国人呢 很早就进入中国市场 那他们就把这个中国这个变迁的过程 用摄影的手段给记录下来 这是他当时出的一本摄影集 所以这样的一个摄影集 他也算是一种收藏 是的 因为你看他这批收藏大概有一百多张 就是他记录了从92年到93年 北京的社会变化 那你这个当时的时候 我们社会并没有有那么多有识知识 有意识的去记录这个过程 社会变化的过程 但是当时的这个日本的摄影家呢 就是说他也是算是有意识的吧 帮助我们记录了中国社会的变化 因为他摄影机里边 有当时那个时代人的生活状态 你比如说年轻人穿着喇叭裤啊 低着录音机啊 还有包括城市的变化 把很多老的住宅拆掉了 所以在今天他已经成为一种 就是说艺术的收藏的真品了 所以刚才一直听到了 这个宗元先生给我们强调 他和日本之间的这个情景 不仅自己是日文翻译 而且呢也跟很多的日本的摄影家 还有他们的这个收藏艺术品的这些 专家们有很多的交流 所以我们接下来先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听宗先生接着跟我们聊一下 他跟日本的这些艺术家之间的渊源和情节 欢迎回来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 今天是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的创始人 宗元先生再次欢迎您 你好 宗先生我们刚刚聊到了 您是跟日本艺术有很多的这个交流 也是日语精通的行家 所以你是怎么看待 日本的艺术和文化 为什么就是这么多年以来 一直都保持着它很独特的一种气质 我觉得日本的整体的文化 它是受中国的影响 特别受中国唐代文化的影响 唐代文化 唐代文化 因为当时呢 就是说我们隋唐时期 日本派了很多浅唐史 还有这个留学僧人 到中国全面的吸收中国文化 所以他们现在很多穿着打扮 比如说和服啊 比如说他们这个日本女性的一些妆容 都是跟唐代女性很多相似的地方 是的 因为它日本呢 其实我们现在在中国 我们要找到唐代的比如说建筑 唐代的这种风俗 包括它的服饰已经很难了 但是我们到日本的京都奈良 你就看到仿佛就是时光穿越 进入到中国的唐代 其实日本它是很好的呢 继承和发展了我们这个中国的传统文化 而且在这个经济发展以后 他们又吸收了西方文化 因为它一样日本这个民族呢 我觉得它最优秀的一个特点 学习 学习 就是它把别人的好的东西都给吸收了 然后它在经过他们的这种融合提炼 形成了日本文化 比如说日本就是说它的很多流行文化 其实源自于近代呢 都是源自于欧美的文化 那说到这儿我们先看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画家 或者说是艺术家 他们的一些特点的比较具有这种代表性的画 您觉得这个算是有代表性的吗 这个应该是有代表的 因为这位画家呢 是叫草菅迷生 非常出名 非常出名 是日本的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女王 可以说她的存在呢 等于是提升了日本当代艺术在世界的影响力 你看这幅作品呢 其实它呢又有艺术的当代性 也能看到就是说东方艺术的传统 你比如说它这个花卉 其实是东方艺术传统的画法 但是它的色彩 还有它的构图又是当代艺术的内容 所以就它很好的融合了 就是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特点 之前我有在这个奥克兰美术馆 有看到它的一个展览 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 它的特点是很多波点式的 那如果是有这个密集恐惧症的人 可能去接受不了那样的一个场合 实际上我就让我不禁地想到 很多人对艺术它有一种误解 就觉得我不知道他画的这一些 就是符号到底是代表什么意义 然后您刚刚说它是有中西结合的一个 很重要的特点 所以普通人怎么就是可以去欣赏到它这个特点 我觉得作为普通人来讲 就是说你在观赏艺术品的时候 其实你更多的应该是从你自身出发 你比如说你看我们看草叶命声的作品 首先它的色彩非常亮丽 你比如说它会用非常亮的明黄色 或者刚才我们看到的这种粉色 这样来讲首先从颜色上 它会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 很开心 首先从艺术的色彩上 第二就是说从构图上 因为当代艺术它有很多的这种符号性 和它背后的意思 那我们在看的时候 你比如说像草叶命声代表作南瓜 那你一看很有意思 所以我觉得 这幅就是它的 这幅的南瓜 因为它就像你刚才说 它运用了比如后边的网状 其实网状它是叫无限的网 无限的网表现了艺术家 对这种宇宙的探索 对人生的探索 所以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这个也是南瓜 对 这个南瓜 你看它的南瓜有不同的造型 这是一个变形的南瓜 这就结合了当代艺术 那我们现在的家庭 其实都是很时尚的 你配着说我们现在现代化的家电 那这个艺术品就和我们的生活 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觉得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贡献 它丰富了人的日常生活 所以其实它是有一种 想象力的一种开拓 是的 它把一个本来可能比较固有的一种物体 它可能会扩充更多的这样的元素进去 就是赋予它一种说时尚感和现代化 这是当代艺术的一个特点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 很多人对于日本的艺术家 都会有一种印象是 他们充满着童真和童趣 你怎么看待 因为它日本文化 我觉得它任何一种艺术 它离不开它的社会变化 你看日本在经济发展以后 大概是从60年代到70年代 它经济快速发展 包括它举办了第一次 在日本举办奥运会 之后日本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时期 那这样带来了 就是物质的极大丰富 你比如说 这个家电产品极大丰富 包括什么录像机 电视机 什么这个照相机 大量出现 那这种极大丰富和社会的节奏加快 造成了其实一种社会现象 就说人要缓解压力 很多人就叫宅男就出现了 在家里打游戏机 这样来讲实际就产生了一个动漫文化 其实日本的艺术 就是说它很多是源于日本的这种宅文化 动漫文化 还有西方的泼普文化 这样来讲 就是我们在看艺术品的时候 其实你能看到这个社会的发展变化 和经济的变化 刚才这个宗元先生说到的这个泼普文化 我觉得确实是我们可以再通过两张 艺术作品来感受一下 其实这些充满着同真 同趣的 看上去好像很简单 但是又好像很复杂的 这样的一种比较彩色的图片 它就是有中西方文化结合在一起的这样的元素 是的 你看刚才那张作品是《村上龙》 也是日本的 就是说 太阳花的那种 太阳花 就是说三位著名的 这个世界著名的艺术家之一 它的艺术品 就是说在全世界也受到追捧 因为它的年龄比草地秘生要年轻 它是60年代出生的 正好就赶上我说的日本的这种宅文化 动漫文化 还有就是说和西方的交流 这个增加的时代 所以它的产品呢 就是大量的工业化生产 比如说漫画 版画 大量的出现 而且它迎合这一代人的审美情趣 所以它的作品呢 有很多 就是说我们看到都是和那一代人的记忆有关系 所以这也是一个社会现象 但实际上您说到60年代都是年轻的了 在我们真正的从这个实际的年龄的角度来看 他们已经不年轻了 但他们出现的这些作品啊 仍然是保持着很多的传统 很多的这样的一些风格 我觉得这也是日本文化非常了不起的地方 包括我们非常 就是很多人崇拜的一些音乐家 一些动漫家 他们都是有这样的一种特色在里面 是的 它我刚才给你介绍 就是说我觉得日本文化啊 一个最根本的特质啊 它就是说所有的内容呢 其实都源于东方的传统文化 在它的艺术表现 音乐表现 建筑表现 其实它的根基都是要源于它的传统文化 在这基础上 它与时俱进 引进了这个流行文化 所以这是日本文化的一个 算是有东方的特性吧 是 您刚刚说到传统 那中国人其实是更讲求传统啊 这张画也很不错 是 你看这是一个日本年轻艺术家的一个作品 就是说你看我们看到的熊猫呢 都是说黑白 对吧 但是日本的当代艺术家 它把它时尚化了 你比如说它卡通化了 比如说上边有蝴蝶蝶 然后它给它穿上一个红衣裳 这样来讲 就是说特别是得到年轻的 比如说一些算艺术爱好者的欣赏 和喜欢 所以这也是就是说 当代艺术一个很好的这么一种市场性 是没错 我看到这幅图 我也想到因为我自己是来自于成都 那成都的熊猫都很出名 那很多成都的年轻人 实际上对于这样的一些日本的艺术品 也是非常的追求 但前面就是刚才我也提到了这个词 就是说您讲了很多变关于传统 就说到日本它其实是集合了 这个东方的这个传统文化与大成 那中国当然也是在东方文化当中 不可缺少的一席 然后说到这些传统呢 跟人物也很有关系 其实您之前也给我介绍 就说到一幅跟毛泽东有关的一个作品 但它最开始并不是咱们中国人去收藏的 不像您前面说到的 可能我们都是自己出产的 然后自己去消化 是由一个日本的艺术家把它买走 日本一企业家 而且这个企业家还非常的 扩手的把它买走 您跟我们讲一下这个故事 这个故事呢 其实对于我的从事艺术收藏呢 是 这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您跟我们介绍一下这幅图 这幅图呢 就是说在中国这个艺术历史上非常有名 这幅叫毛主席去安园 毛主席去安园呢 是源自于那真实的故事 就是说当时毛泽东在年轻时代 追求革命理想 到处去这个传播这种 咱们说革命的思想吧 当时就去了安园 去发动这种当地的这种 算是革命吧 在这个过程中 他其实碰到了很多困难 碰到很多险阻 在这个过程中 他有一种说理想主义者的情怀 去实现自己的梦 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幅作品 原作呢是一幅油画 是不是一幅油画呢 这个油画呢也是非常有名 当时是中央美院的一个著名艺术家 他画的 但是这幅作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被广泛的流传 就印成了海报 现在我可能应该叫海报 就是宣传画吧 基本每个家庭都拥有 每个单位都拥有 同时呢 当时中国呢 有很多的就是说这个工艺 工艺品厂 这是杭州 就是丝绸地毯厂 当时呢 为这幅作品特意织的 就是织织的一个地毯 所以刚才的这个 卖出去的这一个作品 它收藏的并不是原画 而是这个织出来的地毯 是 是一个挂坛 挂坛 挂坛 因为这个当时那一阵 你像就说你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 包括我们也没有经历过 我们的上一代人 那个时代是非常这个狂热的 对伟大领袖 就是说发自内心的这种景仰 所以当时他们就说 据说是不吃不喝 多少天 然后制出了这么一幅精美的挂坛 后来呢 这个当然说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 这幅挂坛就流入民间了 我第一次见到它是1992年 92年 1992年 当时是北京国际拍卖会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有正式记录的拍卖会 当时我呢 也是开始走入社会 做这个算是外事交流吧 也做艺术品经营 当时我们呢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客户 也是一个日本著名的企业家 就是日本的友好人士 因为他呢 这个当时有一条船 叫建真号 是在上海到神户之间 往来的客户两运的船 在当时呢 就太这个说白了 这个稀少了 而且当时就说 很多这个中国的 这个年轻的学子 怀揣着梦想 去日本留学 都坐这条船去 因为他机票 就是这个船票便宜 比飞机票 所以就说 在中日之间 当时那一代人 是非常有名的 那这个企业家呢 是日本的一个巨富的 可以说 当时我有幸呢 就是说 跟他呢 算是共事 这样他对艺术品呢 就是非常的喜欢 而且对中国文化呢 非常推崇 因为也有一个渊源 他在中国出生的 在中国大连出生的 所以他对毛泽东 是非常了解 他我觉得就是有一种 因为你看 我觉得这种成功的企业家吧 他们都会有一种 英雄情结 就说他非常 就是对毛泽东 整个这个人生 和他的想法 他们有一种推崇 是 所以当时呢 就是这幅作品呢 就是我们在 在92年拍卖会上 看到以后 他就嘱咐我 说这幅作品 不管多少钱 我都要买下来 所以当时我们 因为那这说 92年说实话 整体中国环境 还不是那么富裕 国内的收藏呢 这个市场还没有形成 基本来消费的 都是海外人士 包括香港 台湾的一些收藏家 那当时跟我们 就是说同场竞拍的人 大部分都是海外人士 所以当时我们 以这个当时 一个非常高的价格 把它买下来了 买下来以后呢 这个老先生说 现在呢 这件东西是我的 但是我希望 你以后有机会 你来把它传承走 当时我觉得 也是一种戏言嘛 所以就说 没有放在心上 后来呢 就是说 他就等于 我把这副东西 特意送到 他在这个 要回国 他当时在深圳 我就把他送到深圳去 就运回日本了 大概过了有 二十年吧 不到 左右 后来呢 因为我就开始 经常往返于 日本和中国期间 有一次呢 因为他就去世了 这老先生 老先生去世以后 我跟他家人 他的儿子都有往来 后来突然有一次呢 他儿子给我打电话 说你还记得 这件艺术品吗 说我父亲 当时说 这是曾经是你 给他推荐的 我说当然了 我说这个艺术品 就是这过程 我也跟他讲了 后来他说 你有没有兴趣 你来拥有它 我说肯定可以 后来我们俩就经过 一种套价还价了 所以我就花钱 又把它买回来 买回来 所以您现在是这件 艺术品的动用者 是的 所以就是说 你看我刚才跟你说的 这个故事里呢 牵扯到几个这个内容 一个人和人之间的友谊 第二呢 一个艺术品的传承 第三呢 社会发展变化 没错 所以就是说 因为你看当时我们 那个我跟他父亲接触 我还是一个年轻人 大概不到30岁吧 是 但我后来 经过我的努力 我也变成一个收藏的人 人也把自己的企业做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艺术品收藏的一个魅力 所以说了这么多 相信您现在对于收藏的了解 对于这些艺术品的各方面的鉴定 已经是比较有经验了 那你回过去再想 第一件收藏品是什么 还记得吗 因为我呢 其实从日常行业很久 就是我们经手的东西也非常多 这包括你看 因为我的 刚才我也介绍我的家庭 其实是一个 怎么说呢 是一个北京的这种 类似于这种老的家庭 我们家呢 也是见过很多东西吧 其实更多的呢 其实就是说都是一种 比如说 怎么说呢 就耳濡目染 比如说像玉器 我也买过 这个瓷器也买过 也就是可能你已经不记得 你第一件收藏品是什么 太多了 但是就是说有意义的 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人生收藏呢 其实会有一些有意义的 这个艺术品 所以这个毛泽东去安园 这幅作品呢 其实是对于我来讲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 那目前这个作品 是留在奥克兰还是在中国 在中国 在中国 因为我觉得呢 就是他的这个作品的这个 在中国可能起的意义刚大 所以有的时候 也有人找我借展 然后我也拿到其他地方 去做一些这种交流 是 聊到这么多 我们终于聊到了展览这个词了 我们知道这个宗元先生是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的创始人 那么在他的这个艺术空间里面 到底会展览哪一些艺术家的作品呢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给大家分享 欢迎回来这里是三三来客了 我是文婷 今天请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是宗元 再次欢迎您 刚才我们说到了您的艺术空间了 终于聊了这么久 聊到了您正在这个新西兰拥有的这一块艺术小天地 是从哪一年开始创立艺术空间的 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呢 创立于2018年的6月 18年 其实到现在为止 时间不是特别长 到现在为止 对不到三年的 您就算是后继而勃发 因为从小就耳濡目染 这么多的艺术品和收藏品 然后到近两年才开始拥有了自己的这个艺术空间 其实我们拥有艺术空间很早 就是我从事艺术品经营呢 很早就在北京就拥有艺术空间 之后呢就是我在日本也有自己的艺术空间 为什么这个2018年6月份才在奥克兰开 因为我觉得呢其实它和社会的 就是说我们整个奥克兰华人这个需求有关系 是 因为你想第一呢奥克兰市场呢 现在华人越来越多 以前呢都是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打拼 没有人呢有那么多闲暇去关注艺术 或者了解艺术 但是呢经过我们这个移民的丰富化 不同的这个移民层次 还有很多生活在本地的华人呢 就是经过几十年的这个奋斗 现在有了这个经济上富裕了 要追求精神的需要了 所以我们也是因应这个社会的变化 推出这个艺术空间 那按照您这么说这个艺术空间 它主要的服务对象 或者说是展览对象还是华人为主 也不是 因为我是把这个空间 为什么我们叫奥克兰国际艺术空间呢 其实呢就是我们有两层意思 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本身是中国人 我们要在新西兰呢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 没错 这个东方的艺术 东方艺术包括中国艺术 日本艺术 还有说像韩国的一些艺术 这样来讲呢就是让本地的新西兰人了解东方文化 第二个呢就是还有一层意思呢 就是我们把新西兰的艺术 介绍到本地的华人社区 包括毛利文化 欧义文化 同时呢我们把他们的这个艺术家 带到中国去 到这个东方去推广新西兰文化 我觉得这是我们最生活在新西兰 这个华人吧 一个算是一个机会和使命 所以实际上在这个国际艺术空间里面 您所展览的这些艺术品是多元化的 多元化的 每一个国家或者每一个风格它都会有 是的 但主要还是以哪一些风格为主 因为我们呢会有不同的展览呈现 你比如说现在 这个月我们在呈现的日本当代艺术 就刚才聊到的这些艺术家 就是说日本的这些 刚才你看到的这些代表性艺术家的作品 它的版画油画在我那边都有展示 所以很多人都来看 因为大家觉得在奥克兰一个私人机构有 是不容易的 所以他们都来看 同时呢我们还有这个新西兰的艺术 新西兰当代的艺术 新西兰当代艺术 比如说新西兰的毛利艺术 因为在之前呢 我这个过去的半年吧 一直在做这个新西兰 这是新西兰的毛利艺术 他的这个艺术家的作品 这是这个作家呢 叫詹姆斯 这么一个新西兰有这个欧义和毛利 这个好像是不同的画 但是它的风格很接近 这个呢是其实它源自一个毛利的一个传统的这么一个图腾 叫Tiki Tiki呢就说在毛利文化里是非常重要的 我自己给它定义啊 就是说毛利人的孙悟空 就是他有生命力的这个代表 也有呢就是说他能够比如说 对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事业对生命有帮助 所以在毛利文化里 包括很多的毛利的这个家庭中 甚至他们佩戴的毛利艺术上都会有这个Tiki 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像象征性的神话 象征性的 它就是新西兰的一个神话的一个人物 一个代表 一个代表 就是一个非常具象的 所以在毛利艺术家呢 你看他把它也是用不同的色彩 不同的形态呈现 然后呢表现不同的含义 这是他们的在他们的艺术作品中经常会出现的 所以能不能再给我们稍微解读一下 像刚才它三幅图 它都是同一个代表性的人物 但是呢好像它的风格有一点点差异 有一点不一样 它的差异特点在哪里 它这个艺术家呢 其实我稍微插一下 因为它2019年呢 当时我们带着新西兰的艺术作品 还有一首家到中国参加了北京国际双年展 然后我们又做了一个新西兰特展 当时是六个这个主办国嘛 是这个 就是这个 19年的时候在北京 19年中国北京国际双年展新西兰特展 因为这个特展呢 当时125个国家参加了这双年展 其中只有六个国家有特展 所以我们就是有幸吧 代表新西兰做了这么一个特展 你看到这个展厅就是当时我们在的展厅 在北京 在北京 中国的美术馆 你看这个阵容就是当时跟我一起到中国的代表团的阵容 有我们画廊的这个艺术家 有我们的管理的这个人员 还有新西兰的这个当代艺术家 还有媒体的代表 当时一起到北京去 其实在北京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当时呢 这个新西兰驻中国的大使 也去看了展厅 然后在他的大使官邸招待我们 当时他很激动 对我们讲 说你们做了一件大好事 新中建交呢 47年 第一次有这种 展览 完整性的新西兰展览在中国呈现 因为他以前是在西安学的中文 所以他对中国这些文化呀 中国这个文化大台经济唱戏 这种社会的理念 非常认同 新西兰是没有的 新西兰艺术跟经历是分开的 所以新西兰没有人去干这个 这种事 所以他就觉得 说你们这个干了一件大好事 所以就是说 在太自由的这样的国度 他仍然需要一些枢纽 是的 他需要有很多的人去 将这样的一些元素融合在一起 让别人看见 特别是你看我们在 就是说我们来自中国吧 中国是一个大的国家 人口众多 而且呢 说实话就是说他的政府呢 非常的 怎么说强有力 而且他需要弘扬文化 新西兰是一个小的国家 它崇尚自由 但是你作为一个国家文化 国家的符号必须得有人去做 但是因为你像新西兰总体来讲 就是他的国家他没有这笔预算 所以我们对外看到 都是零散的 个体的 它没有有组织的 所以我们当时已经看到这个现象了 那就是说我们觉得呢 应该做一个机构吧 你去承担这个责任 所以我们就等于 因为又是在中国做 那我们就把这些艺术家组织起来 由我们呢 就是说出费用 请他们去中国 是 所以我们再回到这个艺术本身 因为刚才正好就岔开了这个话题 就是说关于这个毛利人 他们在当地这些艺术家们 他在这样的氛围里面生活 在这样的氛围里面去有激发自己的创意 他出来的这个艺术作品 他有一些什么不一样的特点 我觉得新西兰呢 实际上就说 你看我们在新西兰生活 我们也接触毛利文化 但是呢 其实我们接触的都是表象 没有深入去接触 其实毛利文化呢 其实他呢 就是不大精深 而且呢 就是说在这个社会发展变迁的过程中呢 他也与时俱进 你比如说他吸收的也是很多当代文化 当代艺术的一个特质 你包括你刚才看的 他引进的泼泼的文化 也引进流行文化 包括变形 这个这一代的年轻艺术家呢 像这样的一幅也是 您这个展览中心的 艺术空间的一幅画 这是毛利的作品 这个不是毛利作品 因为你看新西兰的是 叫多元文化 你看我给他定义是有三个板块 一个是呢 就是欧义文化 欧义文化就是说 现在我们看到KV文化 就是他把新西兰的美景 然后呢 社会的这种美好 用艺术呈现 这个呢 实际是移民文化 这个艺术家呢 叫Peter 他来自于欧洲 匈牙利 你看他也是呢 就是移民到新西兰来 大概十几年 在他的作品里 更多反映的是欧洲的传统文化 所以这是我们在新西兰看到的 多元文化的这种特色 因为他有 就是KV的这种文化 绘画 也有呢 就是说 像我刚才说毛利的文化 还有呢 就是移民文化 移民文化就是 比如说像我们中国人 中国艺术家在这创作的作品 那就是移民文化 包括日本艺术家 在这创作的作品 包括我刚才讲欧义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艺术展呢 其实也是有三个单元 因为你新西兰 就是我们生活在这儿 你看到这种多元文化的 这个融合嘛 那我们对外推这个新西兰的 国家的艺术和文化的时候呢 就是多元 也是多元 所以这是我们当时主打的一个内容 一个亮点 一个亮点 所以这样的多元 走回到中国的时候 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认可的 是的 因为就是说 新西兰这个国家呢 就是说在中国 我想呢 还是处于一个 证明度不是那么高 相对陌生 相对陌生 当然有这么一艺术展 因为这个展展展了一个半月 所以就是说 你看中国呢 就市场就很大了 又通过电视传播 那可能上亿的人 就通过电视看到这个艺术展了 这样来讲 就给这些新西兰艺术家呢 其实有很大的震撼 而且呢 就是说他们中国之行呢 也是改变了他们创作的这种想法 因为以前他们看到 都是新西兰的小的市场 400多万人口的一个国家 但是突然到亚洲去 中国去 看到说上亿 说十几亿的一个大的这个国家 没错 它就改变了他们的思维 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对新兰当代艺术 一个算是一帮助吧 其实在您的这个国际艺术空间 几乎所有的展览都是免费的 是的 包括还进行了一些像毛利文化的讲座呀 各个类型的这种科普 所以其实做艺术和这个文化 好像听起来也不是特别赚钱的事业 您怎么看待这个 我觉得你说的这个说出了一个我们的现实 就说因为艺术文化呢 其实从经营者 首先你要有一份热爱这份事业的心 第二个呢 就是说你要想呢 就是说它可能是一个特殊的事情 不是一种生意 如果说你用生意的这个想法去 去衡量它 那可能就不做了 因为你看我们其实就像我刚才跟你讲我的这个经历吧 因为从年轻开始就接触艺术 而且呢又到新西兰来生活 就是说这个觉得东西方文化呢 其实我们在这儿值得我们去推广和发扬 在这基础上呢 我们去坚持把新西兰的艺术介绍到海外去 把这个中国文化也制造新西兰来 促进那个中心文化的交流 其实这是我们一个主要的这个工作内容 和一种使命吧 好 非常感谢宗总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感受到了艺术收藏的魅力 也欢迎大家再去我们奥克兰艺术空间 进行这个展览的观赏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建议 欢迎给我们下方所显示的短信平台进行留言 同时我们的YouTube频道已经上线 您只需要搜索33新西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我是文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好 谢谢